印尼企业家协会成立于1952年 在庆祝70周年之际 除了全国34个省份分会会员及企业家出席活动之外 各大政界高官也受邀出席 索科威总统通过印尼经济部长阿尔兰卡 在视频中对该协会成立70周年表示祝贺 并称近年来全球经济受疫情影响而放缓 甚至面临通胀问题 但面临巨大挑战之下 事实证明政府与各商业的协调合作 有效推动我国经济发展 而据印尼企业家协会总主席哈里亚迪苏干达尼表示 印尼在2022年第二季度的经济增长率达到了5.44% 虽然我国目前正进入良好的复苏期 但全球经济形势不稳定 也对国内企业造成影响 因此需良好的协同合作 以增强我国的商业竞争力 出席活动的印尼合作社和中小企业部长德邓 以及人力部长爱达也表示 政府将与该协会继续扩展合作 推动中小微型企业发展 提升人力与就业机会 中小微型企业中小企业 现在政府正在务力部长 正在务力部长发展 哈利亚迪还说该协会是一个民主、自由、独立和负责任的企业家组织 专注于劳资关系、就业、投资和商业等领域 希望在面对当今全球经济和定源政治危机的挑战下 该协会能继续保持乐观态度 团结一致为国家做贡献 美都新闻记者张曼曼 采访报道